因應香港疫情的嚴峻形勢 為保障市民健康 原定於今年9月舉行的 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將押後舉行 香港最大政團 香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主席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近日接受中心的專訪時表示 香港社會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立法會未來一年最重要的是做實事 希望內耗不再繼續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委員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 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 根據決定 2020年9月30日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 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 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 任期開始為止 我認為這個做法是有助於社會盡快 聚焦做防疫抗疫工作 也都是讓議會可以繼續履行 我們基本法底下的職能 向政府提意見 做好行政機關和市民之間的橋樑的工作 我想這一年最重要真是做一些實事 去解決市民水深火熱當中面對的困難 第一步一定是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然後是重啓經濟 李慧雄談到 在持續的社會風波以及疫情的影響下 香港失業率不斷攀升 不少企業處於生死存亡之際 香港猶如生了一場大病 是時候去復原 他坦言 如果立法會繼續內耗 是將香港推向一個更加困難的境地 希望破壞香港 破壞立法會的攬朝派儘快收手 受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不可能繼續用他們這些手段 拖延選舉主席的程序 繼續拉布 繼續無所不用其極 當然我們都要有我們的策略 去對應這些極端的激進力量 我們自己建設力量都是開會去研究的 我們相信選主席不可能再繼續重蹈覆轍 我們是有信心的